今天又跟大家去吃點心放題 今天吃的這間 其實我大概一年前左右 都試吃過一次 不過上一次我們就吃去黃埔的分店 而這次就吃去銅鑼灣的分店 而且它是剛剛搬遷了無奈 一於就去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不同 再推介給大家 而今天吃的這間 就是位於銅鑼灣 希臣廣場的名館 來這裡的方法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搭港鐵 去到銅鑼灣 希臣廣場的出口 入了商場 再搭電梯 直到12樓 就是了 如果你搭扶手的話 就可以逐層扶手上 上到12樓 也是 直到達 一望 在扶手轉彎就到了 現在這個名館 除了銅鑼灣這間分店之外 另外還有黃埔的分店 而其他之前中環的分店 就已經沒有了 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裡的點心放題 分了兩個價位 平日一至五 就148元一位 再加茶錢加一 六日假期 就168元一位 亦都是 再加茶錢加一 不過 我去那天是星期日 但是 在網上預先買 QPON 便宜少少 便宜10元 158元一位 另外再加茶錢加一 我們一行四日 就預約了位 準時到達 入作 餐廳的環境 蠻不錯的 在商場的高層位置 有一邊 看到不錯的街景 而我便坐靠近廚房的位置 整體的環境 都頗有格調 不是一般傳統的酒樓格局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午市的點心放題 就分了三輪 分別就是我吃的11點半這一輪 跟著1點第二輪 以及2點半的第三輪 價錢 一樣 任點任食 90分鐘 另外其實去晚市 都有做點心放題 不過價位 再貴一點 菜式基本上差不多 有少許分別 所以都是吃午市的點心放題 相對比較便宜 大家看看餐廳的環境 都頗有格調 完全不像一般的酒樓 廚房 還有半開放式 都能看到裡面的情況 這裏點餐 是Scan QR Code 下單 亦都有將點心放題 給你參考 大家可以看看 點心的選擇 正常 不算特別多 但是一些大老的點心 都有 好像有蝦餃 燒賣 小籠包 蘿蔔糕 春捲 鹹水閣 叉燒包 粉果 流沙包 等等 另外亦都有些 特色少少 比較少見 好像 鑊仔山煎年牛餅 大糧鮮奶一口酥 燈湖天鵝酥 咖哩蒙古羊肉餅 南莓流心包 鹹水閣特別少少 叫做啤梨鹹水閣 春捲 就是芝士鮮蝦春捲 還有京式春花卷 櫻花蝦橋底混醬豬腸粉 鴛鴦流汁叉燒包 另外還有 芝麻護絲軟甲 手工黑毛豬種 宮廷紀子兆 紅菜頭煎窩貼 七彩鬆化彈散 酥皮菠蘿餐包 紫金醬蒸鳳爪 野菌觸生餃 另外涼菜小食 就有 雲南涼拌貓易甲 和麻醬雞絲粉皮 京川汁秋葵 鎮江水晶牛肉 陳燥手拍青瓜 麻辣毛骨黑雞腳 泡椒魚皮絲 桂花鐵棍懷山 而粉麵類 就有 海南雞 泡米線 五香牛子麵 四川淡淡麵 和迷你香菇雞粒炒飯 而甜品 就有三款 分別是 玫瑰奶黃糕 軟年陳皮紅豆沙 附竹甘春蛋糖水 除了任點任叫的 點心小食前菜之外 還有一些飲品 可以半價加配 就有 杞子茶 豆漿 二米水 等等 折扣後 都是十元八元 好 每樣放一點 基本上餐單上的食物 我都點了八成以上 是有幾款和炒粉麵飯沒有點的 每樣基本上都點了一兩件試一下 先來這個 鑊仔山煎蓮藕餅 這個就不錯 賣相OK 煎得挺香脆 有些 蓮藕和魚肉 混在一起煎 挺香口 挺好 接著就是這個 銀湖天鵝酥 看看多有趣 一隻天鵝的造型 天鵝裏面 有一些紫薯的餡 不錯的 賣相都挺可愛 不過這個天鵝頭 做樣子 皮都挺鬆脆 不錯 接著就是這個 鴛鴦牛汁叉燒包 黑白色 但是餡料跟一般的叉燒包 分別不是很大 它的牛汁感覺 一般正常的叉燒包 只不過是黑白造型 有少少賣點 味道都正常OK的 然後再來香煎辣味蘿蔔糕 一般正常的蘿蔔糕 沒什麼特別 略而不夠實 切到小小 方便一人一塊 頗不錯 接著這個京川滑餃子 這個挺好 餡料豐富 味道都OK 接著就幾款糧菜小食 這個貓耳朵 挺爽 開胃小食 而這個 泡椒魚皮絲 看看 這款比較少見 辣辣的 也挺開胃 麻辣毛骨 黑雞腳 也是 基本上跟泡椒魚皮絲的味道 相近 辣辣的 都是做個開胃前菜 不錯 和麻醬雞絲粉皮 看看多少花生碎在這裏 一大碟粉皮 但略嫌醬汁和雞絲不夠多 而這個 鎮光水晶牛肉 不錯 賣相不錯 也夠軟 質感蠻特別 凍食 接著就是 桂花鐵棍淮山 這個 也是凍食 淮山 挺爽口 不錯 接著 鮮肉一口小籠包 這個就普普通通 餡料不夠豐富 有些不太實在的感覺 比較小粒 而這個蝦餃 OK的 不算很大粒 煙韌韌 蝦都爽 不錯 再來燒賣 燒賣都OK 也不算很大粒 但是味道也不錯 看看 下面 整隻蝦 放在這裡 接著就是 野菌 畜生餃 這個就正常一般 黑金流沙包 都流沙的 正正常常 味道都可以 而這個 黑毛豬種 真是整隻種那麼大 吃荒蝦 盡量避免 不要吃這些 都蠻飽的 但是餡料蠻足的 大大塊豬肉 不過就略嫌 大隻了一點 多幾個人 一人分一小子 OK的 但如果三兩個人吃 就略嫌 飽了一點 接著就是 酥皮 菠蘿餐包 餡料就是 叉燒包餡 餡料就是菠蘿包 其實這個都很常見 菠蘿皮都脆口 餡料都OK正常 不錯 再來 紅菜頭煎鍋貼 幾搶眼的粉紅色餃子 餡料其實 跟一般的鍋貼沒有分別 只不過是紅菜頭 所以 紅紅色的 皮 其餘味道方面 跟一般的鍋貼沒有什麼分別 接著就幾款不同的煎炸菜 啤梨鹹水果 除了造型特別一點之外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很普通的鹹水果 接著就是這個 芝麻糊絲軟甲 這個都香的 有些芋頭餡在裡面 OK啦 而這個芝士鮮蝦春捲 長長的 半條 剛剛做起都還熱 多香脆 多好吃 再來 宮廷幾止兆 比較小小的粉紅色球 芝麻糊絲軟弱 醃鹽就比較硬 鹹了 類似琉沙餡 還可以的 而這個京式 蔥花捲 不錯 就細小的半件 鮮香脆 香口 另外 蛋傘 麵粉也挺鬆脆 加一點糖漿 大量鮮奶一口酥 也不錯 鮮奶餡 類似炸鮮奶 紫金醬蒸鳳爪 我點一份 有兩隻 味道不錯 不錯 櫻花蝦橋底混醬豬腸粉 看看多大碟 蒸到上的 很多醬 腸粉很滑 混合幾款醬一起,真是蠻好吃的 接著 就是這個藍莓流心包 有些藍莓餡 麵包也挺軟 不錯 再加一碟鎮江牛肉 看看多豐富 主食類我們只點了五香牛仔麵 有兩三塊牛仔麵 再加一碗麵 這個麵 原來是類似拉麵的麵 不是中式麵 而且也挺大碗 吃放題 這麼大碗麵就差點了 糖水 每樣點了一碗 紅豆沙 可以的 都起沙 而腐竹鵪鶉蛋糖水 味道不錯 材料也不錯 腐竹蛋也很綿 看到一塊腐竹,但又不會散 很綿 不錯 而這個玫瑰奶黃糕 一個玫瑰花的造型 看看多漂亮 有些奶黃餡 提多一點 這裏的茶 沒得讓我們選擇 就是一壺茶 類似玄米茶 我就OK 但未必每個人都適合喝 我們四個人加起來 真的有幾款沒有點 其他基本上都點齊 但大部份都是一份至兩份 也沒有重複 看看我們吃了多少 除了我網上預先付錢 四個人付了632元之外 即是平均158元一位 另外現場 就要付茶錢加1 補多98元 即是每位 連茶錢加1 就180多元左右 雖然未算是最便宜 更便宜的選擇還有不少 但以環境的舒適度 這裏真的不錯 而且酒樓的格調 相對高級 又在大商場裏 吃飽後再逛逛街 也不錯 下次再和大家試吃其他東西 拜拜